這個球 艾拔又展現了一次 在尤其是守備能力 雖然接到球已經 雙腳都站在外野的草地上 但還是輕鬆地把球傳向一壘 就像他這種傳球 完全沒有做任何墊步 就在原地位呢 把球呢 送向一壘 蠻遠的一個距離 林佳佑 前一次上來代打呢 是打成了安打 第一球出手 在右外野方向靠近邊線的位置 被Ready給接到了 這個接殺呢 也結束了這場比賽 同時結束了這一次呢 大聯盟明星隊訪問台灣 跟中華隊所進行的五場比賽 最終呢 大聯盟明星隊是以6比4 打敗了中華隊 所以這一次的比賽呢 五戰 大聯盟明星隊是拿下了五戰 全勝的一個戰績 那這場比賽呢 結束之後我們要先休息片刻 回來之後呢 進行我們現場的訪問 不過我們現在要先看一下場上的狀況 當然在比賽結束之後呢 兩隊的球員是先跟呢 現場的球迷來 鞠躬 致謝 那兩隊的球員這次非常難得的交流的比賽 所以 那賽後呢 在比賽結束之後 雙方還是可以來做最後的這一個握手 對於這一次的五場比賽啊 互相的交流啊 算是非常的成功 謝謝 謝謝 所以這次的職棒明星隊不但是贏得了友誼啊 也可以說是在球場上完全贏得了勝利 五戰全勝 尤其是人氣王 他今天又打出了關鍵的安打 雙方3比3平手 超前那一分誰打 就是他 相反方向那個陽春全力打 帶動了美國職棒明星隊的一個領先啊 那個領先就沒有再被追平過 所以勝利打點又他打出來了 所以兩場比賽昨天3比2 1分的領先在1比1平手的時候也是因為他的安打 最後讓那個半局啊 這個職棒的明星隊得到2分 特別呢跟王敬明做一個擁抱 當然也順便告別啦 來到王敬明的這個祖國 我相信Kenton是非常的高興啊 當然很多球員呢 現在呢也把他們的東西啊 可是有些不需要帶回美國行李太重的 這是Mike Myers 大家還記得嗎 楊敬明以前那個左投手 對 專門解決左搭者 拿了那麼多帽子說 王敬明說要幹嘛 全部要簽名 全部要簽名帶回去啊 他說太多了吧 那現在很多球員呢 也開始把東西呢 送給現場的球迷們了 現在也許是球迷 怪不得要等待到現在了 都不離場 現在他們大豐收的時候 對 開始送什麼球啦 帽子啦 拼命送給球迷 因為這些球員 事實上來台灣比賽 心情是非常好 打得非常開心的 所以當然也就不吝嗇 把這些禮物呢 事實上一些 可以不用帶走的東西呢 可以留給球迷了 何樂不為呢 減低一下這個行李的重量啊 因為在台灣買很多東西 對啊 所以帶來的東西 有些呢可以呢 在美國買得到 就留在台灣了 所以你看不只內野 所有的外野 通通受惠 很多球員跑到外野 去照顧一下 外野這些死中的球 中華隊現在也開始 拋一些禮物到觀眾席 當然在今天賽後呢 我們要挑選到 兩位訪問的球員呢 就是要來訪問 包括王建民以及 羅賓森 卡弄 那到底王建民今天呢 為什麼會投了兩局 然後第三局上來投 卡弄一球之後就退場 也許帶來我們的陳時俊呢 也會為大家來解答 所以現場的時間呢 交給陳時俊來做王建民 以及卡弄的訪問 所以 嗨王 今天 你可以告訴我 你怎麼覺得 在這場上比賽 比賽比賽比賽 比賽比賽比賽 非常開心 非常決定 因為 這場上比賽比賽 所以 我們有很多樂趣 對比賽比賽 然後 阿倫 如果 你做得到 來嗎 你現在 在這場上 平常 今天 卻 很情況 但 你 其實我對他沒有關係 他永遠沒有關係 他已經是1.1 但王仁又開始開始完畢了 你覺得很高興嗎 他已經是2個月的確沒有交代 他很難過 但是他結束得很好 那我希望他回來 我希望他肯定好看他 健民 今天會不會覺得 跟柏林森對決到一半這樣下來 會不會覺得有點小失望呢 其實就還不會 就蠻開心的能在台灣這裡碰到他 然後就希望他在大聯盟繼續發光發亮 那這次回來有沒有帶他出去走一走 其實再回來台灣幾乎都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到外面 那如果他回來會再帶他帶他去走 如果他回來的話再帶他看一看嗎 下次如果回來的話 如果下次回來這邊像來玩的時候 應該就會可以帶他出去 萬一是說如果你回到一個個人的旅程 他會帶你回來 所以你願意回來嗎 對,希望他會回來 希望他會回來 希望他可以帶我回來 所以你先離開 可以說到台灣的粉絲嗎 我真的想說謝謝你 他們對我而言 並非我而言 並非我而言 這是一個誠實 他們在這裡 為了他們 很感謝你 謝謝 建明 那這次再次為中華隊披上戰袍 那感覺怎麼樣 那以後有沒有機會可以常常看到你為中華隊效應呢 這次過了 從04年到現在都沒有再穿過中華隊球衣嘛 然後就是非常的開心 人在台灣的場地上比賽 那希望下次如果有機會的時候 還可以穿上中華隊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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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之前在場上對決的兩個人 現在已經在擁抱道別了 那這一次呢 王建民和Robinson都表示 那個Canone都表示是說 在這個場上對決他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新奇 那今天雖然王建民投的 跟Robinson的對決 雖然沒有到一直延續到結束 但是呢 Robinson也是說 那王建民才剛剛一陣子沒有投球了 所以他能夠了解是說 他今天投的有限的這些局數 那希望能夠下次能夠再來台灣 那建仔也歡迎他來 然後希望再一起出去玩 那Robinson也是說 希望下次呢 他能夠再回來 再面對這些台灣這些 這麼支持他的球迷 然後然後台灣他非常的開心 好 建軍 謝謝陳淑君為我們做的賽後訪問 當然現在呢 我們中華隊有個新成員耶 對啊 這兩個 人家中華隊要拍 team photo 為什麼Ken Lo跟Granderson要加入啊 真的是特別的情誼啊 所以Ken Lo呢 以及Granderson都加入了中華隊拍團體大合照的裡面 而且本來在後面 現在要擺到中間 站到前面來 然後劍仔呢 王建民也到前面來 跟中華隊的這些年輕的球員們的大家 一起來拍最後的這個大合照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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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次的比賽呢 當然 蘑菇聯盟的明星隊呢 事實上也體力了到了台灣 那對中華隊這些球員們而言 真的是也跟大聯盟他們來交手 真的收穫也非常的豐富 不要往前 不要往前 所以應該恐怕再重新拍一張吧 就是 然後Ken Lo跟Granderson離開之後 整個中華隊再重新拍一張了 所以真的是這次的比賽呢 當然兩個洋基隊的球員 包括當然Ken Lo在那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這個選手 所以好像也把他們當成自己人一樣的 那樣的一個感覺 那最後王建民呢 也把手上的帽子呢 送給現場的球迷 他也來不及簽名了 直接送帽子了 所以從現場熱烈的氣氛呢 真的你感覺到 這一次的美國時報明星隊到台灣之行 真的是非常的圓滿跟成功的 我相信讓球迷看 不但看比賽看得過於 賽後有機會拿到一些獎品 一些這些禮物 或者是甚至有些 在過程當中 幸運拿到這些球員簽名球 或者什麼簽名紀念品的 都會感覺到非常高興 對 真的大家有種依依不捨的感覺 一個星期呢 五場比賽呢 很快的就過去了 那今天最後一戰結束之後呢 當然最被大家喜歡的 兩個大聯盟的球員呢 在場內呢 球迷是依依不捨 結束掉了 今天的這場比賽呢 最後的一個時間 那我們看到 Feel Coke 大家其實對他也滿熟悉的 他也四十號 這麼巧 這四十號在台灣是最受歡迎的 沒錯 所以買四十號的球衣呢 除了國民隊之外 Coke的也可以考慮一下 他也滿 就是說配合球迷的要求 大家都走了 但是他還留在那邊 繼續做簽名 這就是這一次大聯盟民心隊 讓人喜愛的原因 他完全沒有架子 你只要找到機會 碰到他們 有機會找到要簽名 或者要禮物的時機 他們都是來者不拒的 都是盡量盡量的配合 現在屬於Grandison 對 還繼續跟球迷有些接觸 希望能跟他們擊掌 能夠來握手 他真的是非常有親和力 難怪大聯盟都找到 做棒球大師 對 所以最基本就是 這些球員 第一個要有意願 他自己願意付出 願意這麼做 我相信當他做起來的時候 他就不會有什麼願言 不會有什麼樣的抱怨 所以在最後的一刻 能夠在能力範圍之內 這些球員們、球星們呢 都盡量滿足球迷們的要求 不管是握手啦 或者是做簽名 所以讓這一次來到台灣 但執行呢 國內的球迷真的是 也大家有非常多的收穫 這場比賽呢 當然賽後呢 還有雙方的記者會 我們先休息片刻再回來